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4年10月21日 一名女子走进顺德军安西区社区民警中队报警 她跟警方说 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同居并重婚了 一个女士组啊 施某就过来报称说她丈夫在我们军安镇这边跟一个女子同居重婚 就是要求我们警方就是帮她处理这个问题 报警的女子名叫阿燕 她告诉警方自己跟丈夫一谋已经结婚九年了 他们又有一个四岁的儿子名叫小天 然而 丈夫又跟女人叫做阿敏的女人同居并生了一个孩子 阿燕就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来那段报警 当时我们也觉得奇怪了 但是她就说当时她不知道她这个是违法的 据阿燕说 丈夫易某和阿敏同居在军安镇某个合宿房里 警方根据她的描述 去当地进行走访调查 并在周围的邻居那里了解到易某同居的事实 然后接下来我们警方就去跟军安那个阿燕所说的那个 我们在她丈夫跟那女子在军安居住的那个出租屋 那个弟子我们就去那里走访附近 然后发现确实那个出租屋里面 有一名男子跟一名女子还有一名小孩在那里居住 警方立即将易某与跟他同居的女子阿敏带回派出所讯问 易某和阿敏都承认两人同居并育有一子 也对自己触犯法律这点供认不讳 我们还做了其他的取证 我们也对那个阿良跟阿敏跟他那个小孩 做了那个DNA的亲子鉴定 经过鉴定比对呢 他们就是阿良跟阿敏跟他们那个所生小孩 都是就是符合亲生关系的 证据确凿警方最终判定易某和阿敏均犯重婚罪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警方将易某行事拘留 考虑到阿敏需要照顾未成年的孩子 警方将他监视居住 明知他人有配偶 儿子他人结婚 生活在一起 并且呢 虽然没有打结婚证 但是他们已经有40的分金存在 已经生了小孩 这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网 250条里面重温罪的有关的特征 得知要面临牢狱之灾 易某一再恳求警方不要处罚阿敏 并且强调自己的父母与妻子早就知道 那是这个事情 我是经过那个我的爱人 他统一的 丈夫的出轨竟然是妻子允许的 作为妻子 阿敏是否会真的允许 自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在一起 甚至生了孩子 各位中午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关于对婚姻的态度 著名学者孤鸿鸣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比喻 他说这个男人呀 就是茶壶 那女人呢 就是茶杯 他认为呀 一个茶壶是可以同时配几支茶杯的 他认为反过来就不成体统 谁见过一个茶杯同时配几支茶壶呢 当时大家听到这样的婚姻观 都是一笑了之 为什么 那是在旧社会 那随着这个新中国的诞生 一夫一妻制建立了 如果谁再敢这样 也就是说一个丈夫同时找几个妻子的话 这就是重婚罪 那么今天的易某呢 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你看他先有了自己的妻子阿燕 后来呢 又找了阿敏 而且易某还口口声声的说 之所以能够找到阿燕 是因为啊 之所以能够找到阿敏 是这个阿燕亲自同意的 这有这样的妻子吗 我们接着来看 易某说那时他们结婚三年都没有孩子 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阿燕同意他与阿敏交往 医生初步鉴定就是他子宫受伤 就是做人流做的太多了 子宫受伤就短时之间是不可能怀孕的 但是我们还是在坚持 就是我们也一边打工一边挣钱给他治病吧 对于丈夫的这种说法 阿燕却说 他承认自己打不胎 也因此怀疑过这是导致不孕的原因 但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并不是他的问题 阿燕今年32岁广西人和易某在服装厂打工认识 相识之后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2005年他与大自己四岁的易某登记结婚 之后两人来到居安工作生活 阿燕说婚后易某一直对自己很好 他从没想过丈夫会出轨 在这些事当中我感觉到事实在 我都感觉自己不知道在经历一些什么 然后又感觉自己在做梦一样 2009年8月 阿燕和易某结婚的第四年 阿燕发现自己怀孕了 便辞去服装厂的工作 回到他们租住在军安镇的房子里 安心养胎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是供一个厂 他在那个厂里面就是当那个主管 然后我不去上班 他就把这个女的去顶对我的位置 那也是之前听朋友说 他跟这个女的有一种有关系 反正当时我也不相信 不太相信 我说我自己就想 我说我刚刚怀了小孩 他怎么可能就在外面就找别的女人了 对于朋友的说法 阿燕不以为然 他选择相信自己的丈夫 然而就在2010年春节刚过 丈夫却把一个女人带回了家 这是过了年 然后我们搬去新华那里住 他来着搬去那里住吗 然后他就 他就把那个女的带回来住了 当时我感觉那个好像天都塌下来了 阿燕说 两人结婚的第二年 义某的母亲被查出患有胃癌 她临终前的最大愿望 就是看到自己的孙子 所以在结婚第三年 仍旧没有怀孕的时候 阿燕就提出过离婚 18年我跟他提出离婚 但是没有得到他的同意 义某却否认了妻子说要离婚这一说法 与之相反 他觉得妻子正是害怕自己会跟他离婚 才提出了借父生子的想法 我提出问题 这大概意思就是外面找到女孩子生 帮你生个小孩 到时候假如是他要钱 就给他几万块钱 他实际上要跟他 假如到时候有感情了 要跟你一起过来 那我们就三个人一起过 义某说 最终他还是听从了妻子的说法 之后义某便在工厂工作中 与阿敏相识 他常常会借着询问阿敏工作情况 跟阿敏搭话 还趁机要了他的手机号码 这个事情我是经过那个我的爱人 他同意的 他说这个女孩子呢 做事情什么都还老实 这个情况还可以 而且同意我跟他交往 叶某说得到阿敏手机号码后 他们便常常接触 很快成为男女朋友 这些情况阿敏也都是知道的 其实一开始我都没动心 就是后面聊着聊着的时候 跟他聊天的时候 发现他也是一个苦命的人吧 是很爱的 一开始也不是很爱的 但是总是人家对你 一直都这样好下去 使人会有好感了 就在义某和阿敏同居后 妻子阿燕居然怀孕了 义某说 其实妻子怀孕以后 他就考虑过跟阿敏分手 但那时妻子阻止了他 当时我很开心 我就陪他去医院检查 这个医生就说 他有50%的机会会掉 对于丈夫义某的说法 阿燕觉得荒唐至极 他记得丈夫曾经跟他说 自己之所以能怀孕 丈夫能找人介负生子 是因为丈夫吃了一种药 他说他跟了一个人 买了四颗药 用了三千块钱 然后我才会有的 但是他说那个人跟他说 吃了这四颗药 但是那个药率很强 但是只能一年 你只能让你就是 有小孩孕一年嘛 所以他才想到 他又在外面 又找一个女人生嘛 然后他说他家里面 他也跟他父母 爸妈也说过 他说他家里面 都同意他这么说 2009年11月 在阿燕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阿敏也怀孕了 易某跟阿敏提出 希望他能跟自己和妻子一起住 直到这时 阿敏才恍然大悟 原来易某并没有离婚 有时候总是觉得不太对劲 我就问他 我说你到底结婚了没有 他有时候他又说没有 他又说没有 那我说 我说我又听到人家说 你有几个小孩了 然后他就在那个办法里面 他就堵对发誓来说 他说我一个小孩也没有 他说我什么都没有 我是 这个上面是我骗了他 也 我说我离婚了 我说因为没小孩 我跟我老婆已经离婚了 阿敏回忆 自己当时虽然很生气 但想着阿燕没有表示反对 便跟易某和阿燕 过起了三个人的生活 就是三个人过 就是三个人过 就是他不离婚 我就办不了结婚证 我也觉得也不所谓的 反正他养他的小孩 我养我的小孩 都好过没有爸爸的好过 那时他们三人居住在军安镇 一栋两层的房子里 阿敏和阿燕两个孕妇 一个人住楼上 一个人住楼下 为了维持关系 易某也是两边住 为了方便照顾我妻子生小孩 因为我母亲也要来 我就同时住了一栋房子 一人住一层楼 就是这样 方便 最当时的情况就是方便照顾我爱人 因为他马上快生小孩了 三人同居后 阿燕与易某便常常争吵 2010年4月 阿燕生了儿子小天 易某的母亲也从老家赶到军安照顾他 就在这时 易某去与阿燕发生了冲突 我就是叫他帮我提点水 烧水冲凉 然后他就不帮他 然后我们两个人侦察这样子 然后他就过来就打我 打得我嘴巴肿起来 我几天都吃不了饭了 我在家里面从小到大 又没了被父母打过 不是说嫁给你 我生这孩子还被你打了两次 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 是 我承认我打过他 但是不是像他所说的 为了不照顾他 叫我跟他提水 我不提水我打他 不是这样的 是他对我妈妈发脾气 因为我妈妈顶着胃还照顾他 阿米说 自从阿燕生过孩子之后 便经常把气撒在他身上 以至于自己不得不搬出去住 他就拿个脸再装出来给我看了 有时候就在那里骂了 但是一文年就去问他 他也不承认 他说他没有骂过我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又不说话 他过他的我过我的 自2010年中旬 阿敏搬出去以后 易某一直都是两边跑 一边照顾产后的妻子 一边照顾待产的阿敏 那期间 易某与阿燕的感情也日渐疏离 易某觉得 他与阿敏的感情却是越来越深 即使不能给阿敏一个合法身份 他也没有一句怨言 就连为他生孩子都没有去医院生产 他说怕我爱人到时候告我 就是告我重温罪量 他不去医院生 罪量我也挺佩服他的 什么都为我着想 其实也无所谓的 对我来说也是无所谓的 因为只要有个小孩 只要他对我们都不离不弃的就可以 我从来都没有要求过 因为毕竟人家是走在先 怎么说呢 我一个后来的 不可能往人家前面的赶走 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两年 在2012年 儿子小天两岁的时候 阿敏坚决地离开一谋 并向他提出了抵婚 他的心都不在我这里的 你跟他在一起也没意思 还不如早点离婚 然而这时 已经跟阿敏一起生活的异谋 却拒绝了 其次阿燕提出来的离婚请求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好 先来介绍一下 道场两位嘉宾 这位是刘明律师 这位是杨锦 本来我们的特约评员 今天这个故事的确有点乱 谁见过多少次的三个人的婚姻呢 所以如果您想讨论本期节目的话 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 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加入我们 我们看到 实际上 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的重婚 它跟一般的我们见到真有点不一样 一般都是那男的 两头说谎 两头蛮 而今天是大大方方的 亲亲热热 小三口 居然是过了大半年的时间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要界定他们为重婚的话 刘明律师 您觉得那个界定的点在什么地方呢 对 我们先知道什么是重婚罪 重婚罪呢 它是指已经有配偶 男友妻女友夫 还和别人结婚 或者是明知他有配偶 和他结婚 这样一个行为 这里的结婚呢 包括两种情形 一个是登记结婚 前后都有结婚证 你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取得 虚假欺骗 那么从后一结婚 登记之日起 就过程重婚罪 还有一种呢 叫事实婚姻 没有登记 但是他公开 以夫妻名义的同居生活 外界群众也把他作为夫妻来看待 但是这里呢 要和普通的同居 婚外情 甚至是长期稳定的这种 聘级关系要有所区别 或者呢 他只说道德教终 不是重婚罪 这个也是最容易大家混淆和不理解的 经常会有人问 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 孩子都有了 为什么不是重婚罪 因为呢 他不是以夫妻名义 法律的要归法律 道德要归道德 像我们这个案子 就是涉嫌事实婚姻 因为案子呢 还在审理过程中 媒体不好 往下结论 如果构成事实婚姻 存婚罪 他的刑罚应该是在两年以下 或居易 另外呢 存婚罪 它属于自私案件 既可以自己到法院诉讼 也可以到公安机关控告 所以我们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在事实婚姻上 对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来说说 这个已经有了事实婚姻的阿敏和易某 这阿敏啊 口口声声说了 说原来根本就不知道这谁易某 他没有离婚 我以为他已经离婚了 所以呢 才跟他们一起住的 后来呢 还是被判了重婚罪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 首先我们看片子啊 这个案子还在审理中 没有做出最后的判决 那我们分析 阿敏是不是共同存婚罪 这个要看两点 第一 是不是明知 明知一谋已经结婚 第二 是不是事实婚姻 那关于明知呢 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 开始他可能确实不知道 但三个人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一谋已经结婚 这是显而易见的明知 另外关于事实婚姻呢 就要看 他们是不是以夫妻名义 公开的同居 包括群众呢 外界怎么看待他们的关系 另外我们看 阿敏现在是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呢 只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 它不是定罪量刑 不是刑罚 那为什么要适用监视居住 对于这种符合批捕条件的犯罪情人 如果他怀孕 或者是需要补露自己的应用儿 生活不能自理的 这都可以监视居住 期限是六个月 当然了 对于监视居住 你不能够离开自己的出所 你要随时答案 甚至你的会见 通讯都要经过批准 对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激情的家庭 你看这个义某 一个丈夫 然后有两个妻子 是吗 楼上是住着原配的妻子 是阿燕 然后楼下呢 是已经怀孕的 而且逐渐产生感情的阿敏 而且双方啊 或者说三方 在说同样一件事的时候 能够这个角度啊 完全的拧着 事实完全的相左 那为什么会这样 既然有这样大的相左的地方 他们为什么还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 杨姐你给分析一下 我们看这个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 发生在这个激情的家庭里头 但是心理身上 写上有一句话 就既然发生了 他肯定有其的原因和心理的动机 那为什么这件事就发生在这三个人身上 而不会发生在别人身上 可能根据他们每个三个人的特点 性格特点 包括他们的经历都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们看到 可能丈夫和这个阿燕 就是她原配妻子 说的两个是各执一词 完全是跟对方是反着来的 那我们看到 极其大的一个信息的不对等 但是有重要的一条线索 就是说儿子这个事情 那阿燕也说过 在她结婚三年以后 一直都没有孩子这种情况下 那婆婆最大的愿望 就是要有儿子 那可能这个儿子这个事件 的确在两个人的心目中 都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这个事情 但是妻子可能提出的是离婚 有可能这个信息的发出源 在丈夫接受那 那就是变相了 通过她的一些主观的加工 就变成了可能会去借父生子 然后就出现了这些等等的问题 那我觉得其实那个阿敏呢 也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 包括那个易某也说 她有一些悲惨的经历 在她的眼里看来 也是个苦命的人 那她可能从小到大 都没有接受到爱 也不知道爱是什么样 所以当有一个男人对她好 并且她能感受到 这个人能对她一直好下去 她就义无反顾 甚至不惜任何代价 对 所以最后啊 原被妻子这阿燕决定退出 她说你既然和这个阿敏这么好 我就退了得了 然后让人想不到的事就发生了 这易某居然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呢 她说我是一个孝子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看看 阿燕和易某分居后至今 一直在军安镇的一家服装工厂打工 由于工作繁忙 阿燕只好把年仅四岁的儿子 送到广西老家 交给孩子的姥姥老爷帮忙照看 她都把那些所有的经历啊 什么都给了他们两母子 我儿子我感觉像 好像我们两个就是多余的 时至今日 两年过去了 阿燕也多次向易某提出离婚请求 易某都没有同意 我其实最希望就是 大家能和平分手 这样子是最好的 可是她又不同意 我没办法 所以只能这么做了 易某说之所以没有离婚 是因为阿燕与她 在财产分割上出现了问题 当时她是说给她几万块钱 她就 就是说意思就是 因为我跟她一起也修了房子 我说先给她一半 再签字离婚 就签字离婚 剩下的一半我过了时间才给你 她居然连这个都不信我了 她也不同意了 就是我们家里面也盖了房子 房子是我们共同的 那肯定她要出了 易某说 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阿燕竟然把大儿子小天 带回了广西老家 后面到今年就是 端午节的时候 她就直接把小孩带走了 其他的要一个儿子 我也没有要求他干什么了 不就是要一个儿子吗 易某说 大儿子小天从出生以来 大部分时间都是由孩子的爷爷奶奶帮忙抚养 如今小天突然被阿燕带回孩子的姥姥姥爷家 这让易某家底炸开了锅 我父亲一直这样子 小孩不能让给他 因为在我他的心目当中 长子是不能跟外人养的 我老爸就是说 你真的要给他的话 把小孩给他的话 我就谁要死的 那我就觉得做一个 我里面今天做了 易某回乡戏 在阿燕把孩子带走之前 他们也试图去民政局办理离婚 却遭到易某母亲的强烈反对 我母亲临死的时候 跟我舅舅说了一句话 说我假如跟我爱人离婚的话 就是对他不想 易某表示 作为一个儿子 他只能遵从父母的决定 一再拒绝妻子的离婚请求 我在思想上面 或者在大德上面都会谴责自己 假如我真的跟我爱人 牵制你妈妈小孩给他的话 我现在就是用法律来断 假如法律来断给 我爱人了 那我父亲应该不会怨恨我 至今易某已经与阿燕分居两年 两人并没有离婚 在这期间 易某一直与阿敏生活在一起 直到阿燕报警 他们被抓 就是一直我都用了 我已经不应该走出这一步来 但是在我 让我选择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住 我不是说贪图好色 我要这样做的原因 我真的是为了完成我母亲的信念 现在监狱里的易某 终于愿意跟妻子离婚 并且也希望出狱后 给阿敏一个交代 也给小儿子一个身份 我就看阿敏怎么样了 假如他愿意再跟我结婚的话 假如他愿意的话 我会毫无法运地跟他一起结婚 结婚以后 把我儿子资格上了 上上去好 让他安安心心地读书吧 他没有跟我说 他要离婚或者跟着我 没有 他一直就说是 他亏欠他的老婆 最起码 他十六岁就跟着他了 他从广西嫁到他四三岁也不容易啊 他一直都说在亏欠他了 我问你 你没想爸爸呀 想爸爸 爸爸去哪里了 爸爸 需要帮忙 爸爸来 易某觉得自己对不起阿燕 更欠阿敏太多 不但连累他犯了重婚罪 还无法给他一个正常的生活 其实他一直到 自从知道我有老婆开始 到现在 他从来没有劝过我离婚 这个女人呢 他就是一直就是 只要我对他好 结婚不结婚都无所谓 在这一点上我挺感动的 所以他 他一直就说 他给不了我什么 他给不了我一个家 给不了我那个结婚日啊 什么的 反正他就 只是对我很好 就可以了 现在 阿敏和儿子小燕 租住在军安镇的一个合租房里 因为没有固定的工作 平日只是接一些散工 有活的时候 他会将儿子送到附近的托儿所 交给老师照看 等自己忙完 再去接他 你这么爱你的孩子 你有没有想过给他一个晚点的家 因为 老婆就是 就是爱他 也不应该用拆散别人的方式来 这样爱他 所以 应该小孩长大了 应该也会理解这个问题的 小燕虽然才三岁 但已经非常懂事 常常帮妈妈做家务 有时候 需要晚上赶工 阿敏就会带着 儿子小燕到工厂 一起工作 他如果是你 他长大了 知道这些情况 他也应该会延连我们的 因为怎么说呢 老婆就是我 这再大的委屈 我一定要在他的身边 因为这点 应该就只跟他延连我了 想起自己两个年幼的儿子 一谋就觉得忏悔不已 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 我现在就是感觉 不管是大的儿子也好 小的也好 我的感觉对不起他们 对他们将会是永远的亏欠 因为自从我进来这里以后 每天晚上睡觉睡着了 突然之间醒来 妈妈的都是我儿子 安燕表示 自己现在并不恨任何人 他只是希望能够紧快离婚 好让儿子的户口 从一谋的老家四川 迁回广西 能让儿子小天 回到他姥姥姥爷身边上小学 我忠实他以前对我又不好 还打过我 不是这些委辈子 我都忘不了 但是现在我也不怎么恨他 希望就是今年能尽快 就是在过年之前 最好过年之前 就是把这罹患的事 就是解决嘛 毕竟我现在最担心 是我儿子明年读书 不知道怎么去读书啊 没有复口啊 在警方的监督下 阿民写了一封信 给狱中的异谋 知道他会想念儿子 还在信里放了照片 阿民说 他会一直等异谋出来 因为等他他出来了 他是选择我还是选择他老婆 那也不守卫了 假如他选择他老婆 也不守卫了 带着我一个小孩 我一样可以生活下去 一场三个人的婚姻闹剧就此结束 易某和阿民即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阿燕也在等待与丈夫离婚的那天 希望三人能够明白 婚姻并非儿戏 家庭的完整 需要感情的加持 更需要责任与坚守 也希望时间可以抚平一切伤痛 三个人都能开始新的生活 应该说易某 阿燕和阿民 目前三方过得都不是特别的顺心 那这一切的根源呢 易某解释了 就是因为孝顺 你看当时啊 之所以找到这阿民 人易某说了 我妈妈是胃癌晚期 她要抱孙子 所以呢 我得找一个人 给我生一个儿子 那后来呢 之所以又不同意和阿燕离婚 也是因为孝顺 因为我妈妈说了 如果我跟阿燕离婚 我妈妈就自杀 你看这一切 她的这个所谓的孝顺成立吗 杨姐你给分析一下 我觉得这种孝顺 就是典型的余孝 就是易某他有一句话 就是作为儿子 我一定要尊重父母的意愿 那这种话呢 他可以借用所有一个大的标题 然后掩盖自己的不道德 或者不负责任的种种行为 那他归结成 这是为了完成父母的愿望 但实际上我们说 他这样做法是非常的不负责任的 而且忽视了法律 那我们说一个人余孝 他不能为了父母的意愿 他去做一些违反道德 和违反法律的事 并且他对两个女人 都是很深的伤害 再我们又说到这个孩子 尤其这两个孩子 如果在生长这样的环境下 那孩子从小长到大 他的心理肯定是不健康的 并且在我想这两个女人在怀孕中间 那他们的身心也不健康 对孩子对胎儿也有很不大的 很不利的影响 对 我想看过今天的故事 很多朋友可能对阿敏 充满了同情 实际上在这儿 我觉得还应该再重申一下 阿敏实际上也是处在 不道德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你既然知道人家已经是没有离婚 那两口子还在继续婚姻关系 你为什么还要跟人家过在一起呢 是吧 当然你有千万理由 是吧 如果真的有一天 阿燕和易某已经离婚了 那么这财产到底应该怎么分割呢 刘明律师 对 财产分割上 应该按照有利于女方和子女的权利 进行分割 如果是因为存婚导致离婚的 那么作为无过错方 还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就像我们这个片子 易某它是有过错的 另外孩子抚养 要按照有利于孩子实行健康的原则 结果双方的抚养条件 财产能力来去确定 另外我们特别想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闹剧 几个原因 第一个 他没有任何的法律意识 你看公开的 公然的 肆无忌惮的在一起生活 对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 冲锋醉这个概念 其实他不负责任 对自己 对别人 对他人都不负责任 我们说法律 仅仅是最基本的道理 你不知道法律 但是你不应该 不知道自己行为的是非对错 美丑善恶 我们说美好的感情 都值得尊重 理解 同情 但是如果是一话的 不负责任的感情 我们就不能没有原则 这个我也看到 我们基层管理组织的趣味 既然它是公开的同学生活 它违反法律 违反道德 犹上风化 那为什么我们的基层管理组织 视而不见 非要等到事情不可收拾的时候 才去解决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现在面临这个选择的问题 怎么选择 要负责任 对 我在这儿再补充一下 节目一开始 我说了这个顾鸿鸣 这个茶杯和茶壶的关系 实际上后来 徐志摩和陆小曼 他们又结婚了 陆小曼又说了一句名言 说这个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 就是我女人是你男人的一把牙刷 牙刷可是一人一把 啊 偏僻山村小吴 惊险六群老派遗体 都该看着在第二十号 一样一句 该在这 厘清案件性作 难道凶手 真的是他 出不怀疑 这个应该是什么人说 强忍悲痛心情 家属纷纷前亮解书 悲惨的遭遇 引发无可挽回的后果 致命二十分钟 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